为进一步加强摩托车交通安全管理 全力遏制涉及摩托车道路交通事故多发势头 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决定 自5月1号起至今年年底 在全省范围集中开展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治理 一 严禁驾驶无牌无证 预期未检验 为购买保险或报废摩托车上路行驶 严禁无摩托车驾驶证 饮酒后驾驶摩托车 严禁驾驶驶摩托车不带安全头盔 一经发现依法从严从众处罚 一 醉酒驾车入行并吊销驾驶证 二 酒后驾车罚款2000元 暂扣驾驶证6个月并计12分 三 骑乘摩托车不带头盔扣车罚款并计2分 四 无牌车上路扣车罚款并计12分 五 未检验车辆上路扣车罚款并计3分 六 无证驾车拘留15天罚款2000元 七 车辆不投保强制保险扣车并罚款两倍保险费 八 驾驶报费车吊销驾驶证罚款2000元 扣车并强制报费 二 公安交警部门增设报考摩托车驾驶证受理点货窗口 开展下乡集中受理报名和组织考试工作等辨明措施 摩托车理论考试可采用纸质考卷 请广大居民积极报考摩托车驾驶证 三 全面推行摩托车代牌销售 实施有条件容缺办理摩托车牌证 请广大居民购买摩托车后及时办理注册登记 四 公安交警部门 安检机构 保险公司 联合开展下乡一站式服务 实行摩托车人工检验和保险上门服务 请广大居民按时办理摩托车检验并购买保险 五 有资质的企业将深入农场乡村 上门回收达到强制报费标准的摩托车 请广大居民主动配合并办理车辆注销手续 六 有关车辆登记业务办理流程 请到当地公安交警部门咨询 或登陆公安交警部门微信公众号查询